今年最烘的台剧《想见你》当中有一颗亮眼的星星 石柏宇在里头饰演大暖男莫俊杰 第一部戏剧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对于角色他做了哪些功课 来看我们的莫娱乐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莫莫娱乐 我是莫莫莫祥真 今天邀请到的娱乐大来宾有三个关键字 一是戏剧圈的亮眼星星 二 想见你 三 莫俊杰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施柏宇 哈喽我也叫熊莫莫俊杰 是 好我叫施柏宇你们好 太棒了这部戏真的太好看了 而且莫俊杰这个角色其实第一次挑战来说 其实算是不容易耶 因为他是一个诱饵有听力损害的一个高中生 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去就这个角色来做功课 当初跟导演他们讨论蛮久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斟酌在他从小听力有障碍的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导演他们说其实 就是天生有些残疾的人 他们这都是他们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他说其实你要去学会接受他 然后用他的方式去生活 去体会他的一些人生经历 所以他只叫我说你就是放轻松去演 然后好好的相信这个角色相信自己 做一些特别的事去感受这个 我像是他右耳听不到 所以他比较擅长使用左耳去听 所以我可能都会站在朋友或是人群中的 大家的右边 然后会站比较后面 因为我比较想要去观察他人 观察一些人事 结局到现在了 所以自己有没有对哪一幕到现在 虽然你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难以忘华 大概是在莫奶奶的灵骨塔 还有在医院 然后还有在韵茹的 嗯就是的 离开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早点跟他们讲 为什么啊 哪一幕最印象深刻的 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我觉得 其实第九集整集都是 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 因为长老话的一个问题都问 我们说 有没有哪一些 场景哪一些 或者是集数哪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都还难回答出来 因为整部剧都 实在是 我们都有点难以释怀 对我们来说都很有 别剧的意义吧 对 那莫俊杰这个角色有打开你演戏的开关 应该说是跟佳燕还有光汉他们一起 这次合作下来 然后跟他们互动的这段情节 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所以其实是从他们身上 跟整个剧组还有导演 然后在大家身上中 慢慢去学习的 所以其实是他们帮助我比较多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期待佛宇演出什么新的角色 接下来的计划可以透露一下吗 有后面有几部戏剧都正在谈当中 然后 但因为还不能讲 还不能讲 有一些是会比较 稍微跟自己个性 像莫俊杰的性格跟我比较像 然后这些其他的角色 会是比较有些差距的 对 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我 好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期待 不一样的施博语 今天就到这里咯 谢谢你来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